鸡肉不要总是炖着吃,蒸着吃,像我这样做,半只鸡一个人都不够吃,简单快手,鸡肉不柴也不行,好吃又下饭,我家隔三差五就会做一次,学会这样做,全家夸你是大厨,准备半只新鲜的三黄鸡,洗干净先把鸡翅切下来,然后将鸡肉染成大块,再改刀长成小块。 炸好的鸡肉装入大碗中 现在开始调味,放入适量的鸡精,少加一点白糖提鲜,放入两勺生抽调味,加一勺老抽上色,最后再放适量的料酒去腥,下手将调料充分地抓均匀。 抓均匀后放一旁腌制十分钟 准备三朵洗干净的香菇,将它切成小块 香菇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适量的大红椒切成小块 切好以后装入盘中 一把葱也将它切成葱段 切好之后,先放一盘备用 一小把的大蒜切成葱里 生姜一块也切成粒 葱白适量切成一厘米左右的段 切好装入小碗中 最后再准备两个干辣椒剪成段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不放 锅中放适量食用油 油烧热把腌制好的鸡肉加进来 将鸡肉铺平,开中火煎 煎过的鸡肉熟得更快 减少烹饪时间 肉质更加鲜嫩 防止糊锅 煎两分钟左右给它翻动一下 最后将鸡肉煎至像这样 微微焦黄就可以 把姜葱蒜、干辣椒加进来翻炒均匀 爆出姜葱蒜和干辣椒的味道 姜葱蒜爆香之后 把香菇和红椒加进来 继续翻炒 把香菇和大红椒炒香炒至断生 香菇炒断生之后 加适量盐翻炒入味 炒入味之后放一勺蚝油 适量的水淀粉 加入水淀粉可以使鸡肉吃起来更加的滑嫩 再次翻炒均匀 最后再放入葱段 翻炒几下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炒好之后出锅装盘 哇 真的是超级香 放了两个干辣椒 味道的口味非常下饭 鸡肉吃起来嫩而不柴 特别香 每次做这道做这道菜全家人都爱吃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